歡迎回來第二節的動漫廢物 廣漫咬借邦 第二節講書 應該終於講到這本書 真慘 這本華記的這次真的拼命料 廣漫動力15本是其中一本 正能量 正能量 其實看完這本書也有更好的信息給大家 故事其實講兩位漫畫助理 一個叫張先生 比較年輕一點 其實一直都想畫自己的漫畫 但其實自己的技術都不太好 都是一個助理的角色 另一個主角叫張 張什麼人 什麼 那個肥佬 中明海 中明村 我忘記了名字 中明山 中村明 好像日本人 中村明 他其實都比較年紀大的 做了一個助理都頗長時間 但去到一個時刻就 喂 不是啦 我就不做了 有一個自己的劏房 追尋自己夢想 因為那個時候 剛剛應該是一個叫什麼 新星大賽 他是想做一個作品參展 但是畫畫一下 暈倒了 鏡頭一轉 其實他就是在街上走著 走著走著 看到 應該是工廠區 看到樓上有個燈火通明的單位 然後鏡頭一轉 他就上去了 原來那個單位 就是一個漫畫創作室的公司 那可能是漫畫的味道 吸引了他 他就上去了 這樣就看到張山 然後就不知道為什麼 是張山呢 就有些奇怪的感覺 我想說張山 山是 山 一座山 他就搭小巴的時候 或者模模糊糊糊 就上去 中村 中村明 中村明的辦公室 畫畫 然後故事就有解釋到 原來是 封面的 封面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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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 其實已經 掛了腦襯 只不過是靈魂就上了張山的身 基本上找他幫忙 封面 我沒有記錯 好像30張的 稿 去參展 故事就是 一路 講張山和中村明 他們中間的關係 互相鼓勵 因為一個是比較年長的 漫畫助理 和一個新的漫畫助理 一個交流 一路創作 我想問畫面中 粗框眼鏡那位是 張山 年輕一點的 右下角 那個 粗框一點的 就是中村明 好 麻煩 張山其實幫 中村明 其實完成了 幾乎 最後是拿了一些稿 給了一個警手 去做一些背景 然後去參展 但是 陰差而言 錯下 張山同事 一直都覺得 張山他有少少問題 那麼 發稿似 有少少鬼上山 問了一些 法科師傅 你把原稿 連同桃符 燒了 那鬼魂 就不會再搞張山 那麼 陰差而言錯 他們的同事 就拿了一些稿 就真的燒了 那麼 變成 中村明的作品 就差不多 但是 很奇怪 他們就把它變成一個 數碼化 放在USB 其實 一張手指 那些稿 其實那些稿 都出來了 中間那段時間 就是 中村明的稿 燒了 其實張山和中村明 是沒有過溝通的 到了 張山 拿回電子版的作品 中村明 就在張山面前出現 最後 當然 這個作品 應該是遲了一個月 才能找到電子版本 電子版本 差不多 但是最後 可能他們只知道 就出了一個作品 然後 中村明和張山 其實以一 合作的方法 就繼續出漫畫 其實都出了名 故事大概是這麼多 到最後 說到張山變成一個老人家 在聽隔壁的 即是在隔壁的 即是在隔壁的 隔壁的人 在說 漫畫創作的作品 好不好 這樣的時候 其實拍到張山 變成一個老人家 而中村明其實都是同樣的 同樣的 那個稅數 其實沒有老過 那個故事大概是這麼多 好老實 首先 講到畫風 我覺得是很成熟的 你給我看 其實有很大部分 像是90年代 我沒有記錯是有一些 那些是在903播的廣播劇 然後會變漫畫的 類似那種風格 但是還要比那時候畫的畫風成熟 我覺得 因為那時候他們推出的 大概是這個尺寸 而他們也是黑白的作品 DK 你可不可以拍一拍這張 我有拍照的 這個人 即是拜了這個 是的 我買的是 藍色特別版 我那天去最高 就看到兩個版本 一個就是藍色 我叫特別版 而一個普通的就是彩色的封面 我就問貴哥有什麼分別呢 他說特別版 那它是兩個封面書套 內蠻一樣的 我決定買了八百這個單款 看下去 其實現在看到圖畫 畫面上面的右手邊 其實上面就是藍色的特別版封面 下面彩色的就是普通版 你看我彩色的封面 當然漂亮 但是藍色的封面 比我感覺是特別很多的 如果你看見 其實我總是覺得 藍色的封面 那個線條其實清晰很多 另外就是右手邊那個章 其實 左手邊 左手邊 然後簽名 那個章其實做得挺有心思的 如果拿過實物其實是挺清晰的 我相信這個也是他私人做出來的 但是 我會覺得是心思來的 我想說 單色裡面就是彩色 特別版就是雙封套 他剛才有說的 我意思是 其實就是 多了個封套 對 他就有個雙封套 雙封套就是兩個封套 封面而已 不是封套 這個是封套 這個是書套 OK 然後裡面就是 女封面 女封面會劇透的 雖然我剛才已經劇透了故事 我覺得其實最精彩的 是封面和女封面的分別 對 這個是我覺得最精彩的一個 裡面就是沒有拍到 但是單色是黑白的 對 而且角色是放了tricky的 對 就是配合我的故事 大家看的時候自己的體驗 配合我的故事的話 我覺得畫機這個心思是很強的 但是我想問 它是普通版就是沒有了外面的封套 純粹沒有了外面的封套 普通版沒有了藍色的封套 對 就是裡面 就這樣就是普通版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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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Man哥還有沒有什麼補充 沒有的 其實我裡面 剛剛也拍了一些內文 其實都有一些人身道理 可能是套下去一些漫畫角色 不是漫畫人員 其實我們做人的那個 有些挫折 諸如此類 不開心 其實都有一些解釋 都有一些 發人心醒 我會覺得是 是要擺一百四十三頁的 師弟 什麼 你剛才拿著那張卡 是要擺一百四十三頁 是要擺一百四十三頁 你自己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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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張卡 你會不會說 我會說 我會說 那SUNY呢 就是說 有其他話說 剛才Man哥提過 大家剛才畫面 左邊看到那個印 其實那個印是用 拆膠那種質地 那種膠去釣出來的 我懷疑華交人 真的買這麼大的拆膠 然後 只要有人釣 不出氣 他自己人手釣 他自己釣的 其實是版畫 這樣的方式去做的 這個印 對 但因為他的質地 就是拆膠那種 那種橡膠 對 都可以做到 然後 因為他也有些大個 那個印 所以 如果 那時候華記也說 他如果那個印 用了兩天 就會爛 那時候他還開了一個盤口 就是說 如果誰弄爛了那個印 的話 就要在隔止米 五百元書 填數 應該是不是你 沒有 最後沒有弄爛過印 他是即場印給你 還是你 他有個印台 他有個印台 他簽完的名字 你就過旁邊自己玩 即是你自己印的 對 即是自在形式 自在形式 這個是一個小小的心思 而且 因為華記他在動漫節的時候 在現場有跟大家簽名 所以華記覺得 如果會去隔止簽名會的讀者 好像吸引力相對低了 所以他特意為了隔止簽名會 就再做了這個印台出來 這個也是一個很有心的行為 沒關係 我是去不到動漫展 那他不是為了你的 他是為了一些去到動漫展的人 其實他是為了隔止 你想想 他想的就是 怎樣讓隔止這個展 再有吸引力 是吸引一些去過簽名的人 都再來一次 就是我有多個印台給你玩 但好像沒有宣傳的 他沒有 那你不會知道的 他自己的簽名 他自己的Facebook有說過 他自己的Facebook有說過 但是 你沒有環境Facebook的話 你就不會特別知道 但我覺得沒有關係 你去到 想買的時候 你去到一個Surprise 多了一樣 所以 所以就是 已經在動漫展 找他簽名的人 其實這是一個 額外一點點的吸引力 當然我覺得 會真的這樣去多次的人 都不多 但我覺得華記 他每一次的Event 都希望去的人 會有多一點點的得著 我覺得這一點是很有心的 另外就是 剛才為什麼我跟CDR在說 有一張卡紙 其實這張卡紙 應該是在動漫展會場 才有的 但是因為 因為他在動漫展會場 他沒有派完 因為他應該是 預了某個數目 沒有派完 所以他就拿去格子路 再派出來 這一張 你那張是私敵手 這一張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這張 我們之前說過 有一本 亞洲恐怖漫畫合集 一頁圓那個 恐怖漫畫合集 其實當時華記 就是拿這篇去參加的 這個就是 港裡有個漫畫家 助手死了 但是他的靈魂 還有鬼魂 還坐在那裡 然後那個漫畫家 為了要講稿 都是給了一份稿 給助理去 幫他完成 一個這樣的故事 而這個故事 在《這次登地平民裡》裡面 的142和143頁 是可以接回的 所以你一定是看完142頁 之後就放這張卡紙進去 然後再看143頁 是的 閱讀方法是這樣的 是挺有趣的一個做法 沒有了這張卡紙 你還未至於看不明白 142和143是左右兩頁 是啊 剛剛 我問一聲 是不是 我數頁數 我怕我數錯了 剛剛是的 所以 這是一個挺有趣的做法 如果錯過了這張卡紙的話 不要緊的 你去華記Facebook 找回這篇漫畫 好像中英日行四隻語文 在他的Facebook都找得到 哈哈 但是我覺得這也是 他一個很有心思的一個位置 來的 再加上這本作品 就是講一個 漫畫的助理 然後他想做一個 自己的作品 怎樣去拼命去做 我想這件事 以華記的身份來做的話 是更加更加有感染力 好 你會覺得 是不是他的故事 其實 是的 而另外有一件事 就是 比起他在 阿媽子民裡面的 九龍魔法 我覺得他這次 特意調整了一點點 畫面是乾淨很多 我看上去 這本書很舒服 不會有太多 我經常都說 一代中師的撇線撇到 真可憐 華記這本書真的很乾淨 看得很舒服 是啊 他沒有任何多餘的線條 但是他不是沒有撇線 譬如 在這本書裡有一段 說他的手不由自主 自己在這裏 他裡面的 現在畫面 右邊 阿Dee放大了 那張圖 大家看到他的手 他發得很亂 其實他畫得很仔細 但是一些背景位 或者面上的線 他很乾淨 所以你看起來 這本書是很舒服 再加上他的故事很流暢 亦都不愧這本書 在港版國內拿了最佳故事的獎 故事真的很好看 是啊 我覺得這東西是非常值得一讚 這本書也是很好看的 唯讀史裡面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筆 哈哈哈哈 剛剛有說過的就是 阿鍾村明是死了 在他的劏房裡報廢 在Studio裡面死了 他說是劏房 但是你看到很明顯是Studio 但是當他上了張生身的時候 回到Studio 那條絲是沒有了的 那誰幫他清走了那條絲呢 哈哈哈哈 這個是一個最大的部分 到底這個不一定是有效逐 就是會不會原來寫一個外傳 就是原來有人執走那條絲去做另一些事情 那期待華記之後會不會有 就是藉著這個位置寫一些spin-off出來的小驚喜給我們 另外我想說說這一本書中文叫 《這次真的拼命了》 但他其實也有個英文名叫 《My soulmate》 其實我覺得 反而英文這個名字會貼題很多 因為其實在說 張生是一個現世的人 中村明其實是一個鬼魂 是說他兩個人的故事 其實那個英文名的書名 我覺得 比較貼切 而且很老實 就是這本書 在說到200多頁 200頁 我當...他最後都都180頁 200頁 普通版本 Williamjas 1898 我有沒有記錯 特別版版本 Hamas 1857 我覺得就是這本書 我覺得是很划算 而且得罪講 如果我們上個星期 講劍橋那本 карт瑞蝇鳳夝王 它是在買1898 雖然他是採告 但如果你問我 畫上其實華記這本比劍橋的那一本更漂亮 在我的角度 我會...yes and no 因為我同意的是 我喜歡華記這本畫比劍橋那本更多 但哪一本畫很漂亮 我覺得很主觀的 所以我未必會放剛才那個留言 你說哪一本更划算 我覺得沒辦法 因為華記這本書68元 其實我簽名會當天 看到華記第一句問的就是 為什麼你這本書買這麼便宜 真的便宜了 這本書我多了一個封面叫八把 但如果普通版材料這麼厚 而且裡面的質素不差 這本真的超值 華記有自己的想法 大家平時買一萬三十多 四十元 其實跟這本書的厚度差不多 日晚都去到一百八十頁 基本上都去到一百八十頁 但是你是在說 譬如他在《視聯心》出完單行 拿的每一張來拼在一起 那他本身在《視聯心》已經收了錢 只不過是日外而已 如果有人跟華記說 你這裡也收了稿費 所以我覺得不應該由錢的位置去做定量 不應該由這個位置去做定量 反而我覺得整體來說 其實今次的《趕萬動力》 人們都說那十五本書的定價很進取 我某程度上會覺得 其實是應該要賣這個價錢 因為我覺得香港的書整體來說是便宜的 作為消費者 我經常在節目中都會說 作為消費者最好不用花錢 不是 最好是你給我一本書 你給我一本錢 最好就是這樣 沒有東西好得過這樣的 最好就是 上車一百元 不用走了 下車 最好就是十五個萬劃家 排隊我面前 就給我一本書 再給我三塊錢 最好就是這樣 但是不現實 所以我覺得香港的書是可以值得賣貴一點 我覺得要五塊錢才行 而且你看到的是他們都很有心去做這十五本作品 華記這本我非常推薦大家去買的 就是比起我之前有跟大家說過的寧霍特江 《憤城戰譜》這本書是一點而不信息的 真的如果你是有買薄曼 你真的用少少錢買這本書 薄曼也是二十五元 這本書那麼厚 六十八元 真的要買 我覺得 而且我覺得它的讀者群應該是超越薄曼 它應該可以給很多不同界別的朋友去接觸 原來香港的漫畫家是可以畫得到這個水準和這個故事出來的 這件事是很厲害的 我覺得 我看了幾本 又拿紙巾 哈哈 我看了幾本 講萬動力 其實到現在我覺得這本是暫時最好的 但是你還沒看完的嘛 我是不是說暫時最好的嗎 所以不是說暫時最好的 他說他看了幾本暫時最好的那本 我明白 提醒大家 剛剛SUNNY說的那個本書的封面 不是封頁 有個特別的tricky 女封面 DK 麻煩你貼出來 我剛剛拍了 在錄影 那個 那個 有辦法 OK 因為其實如果看過風圖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轉90度啊 屌你 為什麼轉90度啊 哈哈哈哈 其實如果剛才看著風圖 其實是張先生和中村明 兩個坐背對背 但是裡面書的封面 其實只是張先生 你是看不到中村明 那是有少少 剛才SUNNY說的 就是有少少chicky 我覺得這個設計是 蠻有心思的 蠻有心思的 我很喜歡這本書 非常推薦給大家 Candy就說 如果覺得中村明真的死了 而令到張先生發訓效果會更好 我想比起來的話 我和你不同 我反而喜歡現在這種發展 一般的路不孤單 因為特別做助理 因為他裡面有提到 張先生其實 他自己這條路很孤單 那中村明其實也是 他屈了自己 在那個studio裡 砌這套稿 砌了很久 我想做漫畫 很多時候要經歷這個 很孤單的過程 有個partner在這裡 反而是一件好事來的 對我來說 對了 另外提到一點 這本書的設計 都是零貨特工那邊 Licky去做的 他做的書的質素都很高 那些設計很漂亮 我非常之欣賞這本書的設計 另外補充多一點 我們上次講零貨特工的設計 即Licky去做設計的時候 我不是提過他在幫過魚兒做九龍城寨 還有龍頭的 原來龍頭不是他的 原來龍頭不是他做的 我稍微跟進一些資料 尼克森說日萬書數這麼多 用它來做指標 我們不是用書數來做指標 我們是用頁數來做指標 不是用書數來做指標 即是用書的口薄來做參考 也不是指標 不是用書數的 這本書是非常推薦大家買的 這本真的好東西 還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是答八嗎 答八我先講完上個禮拜 講不到的草日和卡神 不等大家了 等DK給少許時間 DK找圖 應該在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就有了 對 在上個禮拜 好像不見不傳載 好像不見不傳載 DK了 算了我知道是誰 不要緊要了 不要緊要了 誰是誰 剛才回來拿東西的 不告訴你 剛才拿東西的 通常都是 不要緊要了 我跟大家稍微推介一下草日 今年出了三本新書 分別是《港曼無敵》 《我小時候以英體草日》 和《花生有漫畫》 《港曼無敵》和《我小時候以英體草日》 應該是他將一些 在報章或網絡媒體的專欄合輯而成的 當然他裡面有一點點加筆 特別是《港曼無敵》 他加了一些和《港曼》相關的章字篇幅 而《花生有漫畫》 就是收錄了他和Custin在網上的欺凌事件 即是他笑Custin肥 Custin說他是的士草 然後牽涉到《DDD》 《智人生世紀》 《Pastick Fink》 《路邊攤》 《Felix》等等 他們這麼多人參與的 即是收錄在《你皮》這本書裡面 我還未收錄得完 大部分 這本書也是收錄的部分 另外黎達達榮特別參戰了 在這本書的頭尾角畫了一點點 就串連起整件事 因為黎達達榮本身沒有在網上參與這場戰爭 但他在這本書裡面加了稿 這本書是有十個漫畫家參加的 之前我在Facebook跟大家說過 就是他搞了一個《花生有》的簽名會 要抽籤的嗎 要抽籤的嗎 不是 要預約 都是先到先得的 先到先得 不是抽籤的 是預約 當然那天很可惜的 但除了老師身體抱病 那暫時沒有去到 九位作樣 抱病 抱病也可以 是嗎 抱病也可以 那我們夠別討論中文 好不好 它沒有出席 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 因為要約齊這十個人是很艱難的一件事 用草日老師的說法 這裡是過百萬的點擊率 即是過百萬followers的組合 很強勁 很開心的 很好玩 這本書也看得很開心 你也很開心 當然很開心 講完無敵和小小的星體草日 也一貫是草日老師那種幽默 偶爾有少許雙感 看過故事的題材 也沒有忘記草日老師經常會提到的環保 和動物保護的一些議題 如果你是草日老師的fancy 你應該不會錯過這三本書 但是如果你有些猶豫的話 我覺得也可以買來試試 特別是如果你買花生有漫畫的話 你應該可以看到更多不同漫畫家的風格 接觸到不同漫畫家的作品 是值得支持的一本書 另外Cutson那本書就是 《叔叔自肥奇惑》 這次有一本 我看這本書 我燒得很開心 我記得我去年有講過Cutson的書 我覺得Cutson已經回來了 因為他《黃巴巴雪再見》那時候 和《四張紀單身手記》那兩本書 畢竟他也經歷了人生一些大事 是比較低的那時候 只有19年 Cutson也不可能開心 過了這幾年之後 我覺得Cutson的狀態慢慢好很多 去到《蘇蘇自肥奇惑》 我覺得他的狀態非常好 有很多稿大家在他的Facebook 或者平時分享出來 其實都看過的 但就算再看也仍然很有趣 我覺得是三張紀 四張紀 四張紀 它有兩本的 四張紀單身手紀和四張紀開心手紀 兩本都是四張紀 四張紀單身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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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本已經回來了 我覺得都開心 但因為他拍完《拖》之後 就19年了 對 所以我覺得他整體的幾本書 的氛圍都是差一點 如果你有上網追蹤《怪叔叔散步道》 你會發現他最近再放了 是看得很開心 我覺得這些書 用來調劑一下心情 是非常非常適合的 我最近沒有行過成品 我不肯定成品有沒有 不光顧三中箱的話 我其實花了很多功夫 才買到這本書 開憶武 御林武 田園依加山七點 還是七點半 我去不了 然後我最後是在樂盟才買到的 因為 糟了 有萬多人 最然是沒有 通常不會入賄本類的 最後我走到樂盟 走了五間 因為我不光顧三中箱 你不是應該有些特別渠道可以買到嗎 要買這麼辛苦 有什麼特別渠道 你認識這麼多人 哈哈哈哈 我認識什麼人可以買到《吉神》這本書 我不肯定成品有沒有 但是今時今日買一本書都不容易 所以出本書也很艱難 所以大家可以的話 有興趣的話就多支持 我印象中成品是有的 但可能不是間間有 因為成品比較小 他書的種類就比較 沒有那麼多 那些可能是沒有入貨的 但是 除非他現在突然不入貨 但我印象中 之前在《欺慎》那間是有的 我其實之前在《七仔》是見過《逆流怪叔》那本 我在《七仔》也見到的 但是我都沒見到有《七仔》有書 而且其實《七仔》買書都真的 他們的照片都很貴 可以的話 我通常都是想支持書店多些 大家有興趣的話就留意一下成品有沒有 迫不得已《三中商》 因為我在《樂文》買到 田園是有的 我知道田園的Facebook是擺過出來的 但我印象中在《開憶》以前有的 是 《怪叔叔》那些 我有一些是在《書展》買過 但我記得我在《開憶》是見過的 因為我有記憶是在《開憶》買 是在《開憶》看過他的書 可能現在不入了 還未定 還有那個時候 講到《老婆》那段年代 一定有 那些一定有 但過了之後 我印象中是有見過的 大家可能要花一點時間找找 田園和《樂文》就一定有 但賣完沒有就不知道 大家可以找找 樂文也會翻書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他們也有Facebook 可以先聯絡他們問清楚 都是那句 出書很艱難 買本書也不容易 今時今日 大家有能力的就支持多一點 有能力有興趣的 支持多一點 好 咬謝幫就差不多了 回頭回來 有大家姐參與做的《日丁丁夢幻堂》 大家也支持你而已 這裡有犯眾僧被人杯葛 本來我沒有想來 其實你應該要走的 為什麼你這麼淡 沒所謂的 我都說我一個人開都可以 你嘗試給他一個人開 他自己把咪咪都可以 不過到時我會看著 就看著他自己把咪咪自己說 自己笑 可能拍片 自己說自己笑 好像那些補習天王 可能不夠學生 他會自己扮演很多觀眾 很多學生 你跟同學說 然後沒有人回答他 他就說你講得很好 剛剛咬謝到這裡為止 今次回來 這個動漫廢物 約定丁夢幻堂 再見 拜拜